歡迎來到陽光海岸 溫馨 胖胖家 今天我們要煮什麼 今天要吃什麼呢 再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 Fireweed 或者是叫 Willow Herb 它基本上是印第安人 在北邊印第安人山上 冷的地方 春天第一個長出來的這個植物 這個植物呢很特別 就是說它經過大火的時候 它通常是第一個長出來的 所以除了 Willow Bay Herb 以外呢 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Fireweed 他們翻譯成火雜草 應該不是火雜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屬於柳樹 但是我只知道英文叫做 Fireweed 或者是 Willow Bay Herb 那很特別的是呢 這個這個小花呢 它在夏天開始呢 這等於是像印第安人的農民 農民 所以當這個花開始長出來的時候呢 它會 等於是夏天的開始 夏天開始的時候它會從 它這個草很長 從下面花開始長 越長越高 越長越高 長到最後 花開到最後的時候呢 這是我們現在秋天 夏天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後一批 Fireweed 那我們會把它做成糖漿 非常非常好吃的糖漿 那我們今天需要什麼呢 我們當然需要這個小花 我們從山上拔下來的小花 小花需要 我們這邊差不多三杯 我們這邊有兩杯 這個是半杯 所以它是六杯這個 這邊有 這邊有六 三杯 所以有三杯 再加 500克的糖 500克的水 OK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要做的是 先把 來跟我一起來 我們先開火 先把小花 跟水準備好 水先倒下去 500克 這個喔 拌 500cc 500cc的水 500cc的水呢 通常是配 兩杯 兩杯花 今天我們花用的比較多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煮濃一點 好漂亮喔 它這個會有很 特別的那個香味出來 我們現在用大火煮 差不多十分鐘 把這個花 裡面的 顏色 跟它的香味 把它煉出來 把它煉出來 OK OK 那我們來找一下我們的 湯匙 那這個 這個小花呢 等一下煮出來的顏色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水還是白色的 呃 透明的 不是白色的 來 我們用 好 我們等它一下齁 我們差不多 煮大滾了以後呢 要煮差不多十分鐘 把花 顏色 它裡面的這些色素都煮出來 煮出來 煮出來以後呢 我們再來做下一步 好 等一下我們回來 先暫停一下 哇你看 在大 在開始滾了 那個 慢慢的顏色會出來 然後這邊它會有一個特別的香味出來 很可惜 我們這個 現在的那個電視還沒那麼厲害 你們沒有辦法聞到它的香味 好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你們又來偷看我了 啊 喔 順便整臉一下 喔 真的好香 來來來 旁旁 旁旁現在在幫我錄影齁 啊你們幫我聞聞看有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喔 好香喔 那個 那個 山上我們在 採花的時候 那個香味現在又重新 重新 重新在我面前出現 好香喔 你看 你看這個水齁 有沒有 已經開始變有點紅色 有沒有 然後這個花呢 我們要煮到什麼時候呢 你看這個花 它現在已經變得有一點點白色 OK 那我們最主要是 現在還 現在這個花還有這個顏色在裡面 所以還沒煮好 所以我們還要繼續煮 煮到它完全 變成 白色 你看 它的花的顏色還在 所以我們煮到它沒有顏色的時候 就是把它所有的精華 都煮在這個水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在煮的當中呢 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好 來 看我這邊 喔 五百 五百八十二克 但是我這個碗的 碗是八十二克 我們剛剛有量過 所以這個 這個糖要五百 五百克 現在呢 很重要 我們要加 檸檬進去 喔 謝謝謝謝 小幫手 哇 檸檬 通常他們本來是說 檸檬需要半顆 半顆檸檬就好 可是喔 我覺得這個檸檬的味道跟它非常搭 那 因為 因為這個糖漿本身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那個 我們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 沒有防腐劑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喜歡檸檬的味道 多一點點 它也有保存 那個防腐的效果 等一下記得要把那個紙拿出來 喔 擠下去我整個口水都流出來了 你們在台灣有聞到那個香味嗎 喔 喔 有夠酸 但是喔 不用擔心 這個酸跟這個糖 會平衡掉 兩個會非常的搭 好 讚 阿皮記得 記得 如果 你有那個 刮檸檬皮的工具的話 記得不要丟掉 那個檸檬皮很香 被 拿來做其他的 做菜用 我們先暫停一下 哇 來來來 你看看 你看看 現在我們已經煮了 剩下 45秒 44秒 已經煮到 把它那個 精華都煮出來了 來來來 喔 給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的是 把這個 煮出來的精華 先把水倒出來 好 時間到 下一步 很厲害的東西 我們先試試看 這個是濃縮精華 好 在家裡面你們想說 哇 這花這麼香 濃縮出來的這個 會不會很好喝 太濃了啦 難怪 難怪 他們白人在煮這個 這個 火燒花的時候 要用那麼多糖 喔 真的有夠口 但是喔 喝完以後 開始會回甘 它 有 苦 苦的東西 人家說 都對甘很好 它基本上 它有消炎的效果 哇 這個有什麼 有什麼疾病 這麼苦喝下去 也好 來 把它擠乾淨 不要浪費那個水 好 好 哇 這個 湯汁很漂亮 好 我們下一步 繼續 抱歉 這個 輕輕輕輕的 來 我們繼續 繼續 下去做濃縮的動作 那 剛剛我們的 檸檬 檸檬記得要下去喔 我們是正常來講 半顆檸檬 我們 我們吃 我比較喜歡檸檬的味道 所以我們加 一整顆檸檬下去 啊 這麼苦的 這麼苦的 我們要做成糖漿 所以 我們要加 500克等於是半公斤的糖 哎呦 你們說 怕吸氧這麼多糖 要肥死誰啊 OK 啊 我跟你們講 這個東西 我們是做糖漿 糖漿一次用 就是小小一湯匙 我不是叫你拿來喝的 這個你喝下去 那個味道 味道會太濃厚了 啊 我們正常在使用這個糖漿的方式呢 是 加在 花茶 啊 加在那個 cheese cake 那個 乳酪蛋糕 或者是 加在 沙拉 啊等等 使用上面 那這個這個過程呢 糖 糖跟這個 syrup 要煮差不多 半個小時到 45分鐘 所以我們先把它設 35分鐘 啊我們用慢 中 先中 中火先開始 把它煮到 小滾 小滾以後呢 我們再換到 小火 慢慢讓它熬 把它熬成 熬成糖漿的樣子 好 那 那 因為這是電視 所以我們 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再 轉接回來 哇 你看這個顏色 好美喔 來我們 近一點 哇 你看這個顏色 水當當 給你們偷看一下 現在剛剛 剛剛煮滾 五分鐘 哇 好美的顏色喔 然後那個香味 以前我煮的時候 我發現 我的花 可能給它放太多了 所以 比較偏 偏苦一點 這次我花 沒有放那麼多 然後檸檬 我用 跟白人的那個 Recipe 比起來的話 我是多了 一倍的 檸檬汁 剛剛我試吃了 OMG 真的 真的 很好吃 而且很香 有機會 有機會 你們要試試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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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看看 你來看看 它這個多美 多麼的美 來 你看看 你看看 多麼的美妙的顏色 哇 哇 這個變成琥珀色 喔 紅寶石咧 喔 陽光海岸的 火焰糖漿 你們都沒有在這邊跟我一起搞笑 趕快來 趕快來陽光海岸陪我一起 拔野菜 做一些 這種 野人料理 有夠香的 來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煮了半個小時 啊 這個 現在這個 還很熱的時候 還很燙的時候 這個 會比較 水一點 你看看這個顏色 你看看這個燈 燈下面一照這個顏色 有夠美的 來 我們再用這個罐子 這個會不會太冷 太冰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看才看得見 哇 真是 漂亮 我是誰選的罐子啊 這麼厲害 喔唷 喔 這個 這個 這個糖漿就要試吃一下 這個糖質這麼大一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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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好燙喔 記得不要用這個糖質 啦啦 快在吃 嗯 喔 真的好好吃喔 上次我做了有一點點 也不能說失敗 嗯 比較苦一點 啊這一次齁 除了花香味以外 還帶著檸檬的 檸檬的那個香味 帶一點點的酸 你看我們已經加了這麼多糖了喔 它的酸味還會 還會出爐 嗯 喔這次非常成功 啊 罐子 不要用 不要用手去抓 喔 真的有夠 有夠燙的 哇你看這個顏色 多麼美啊 多麼多美啊 喔 怕夕陽 喔 好 成功 欸 是要燙燙 熱熱的時候就關起來嗎 喔 夕陽好燙 好 關起來它應該 冷掉的時候 它就會 會凹下去 會縮起來 好 那 這次到 到此為止 那謝謝你們的觀賞 有機會 我們下次再見喔 你看看 這是我們之前的 深紅色 之前我們的花 弄得比較多 所以 苦味比較多一點 新產品 哇 這真的美 真的有夠水 有機會來我們這邊玩喔 陽光海恩見喔 我們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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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 都會有很多